林孝叶 女23岁天津人 加拿大沃泰华卡尔顿大学 本科传媒专业 大家好 我是林孝叶 我是一个爱恨分明的天蝎座女孩 在父母的眼中呢 我是个乐观孝顺的女儿 在弟弟眼中 我是能照顾她无微不至的姐姐 在老师的眼中呢 我是个多才多艺 能替老师分担任务的女孩 在闺蜜眼中 我是心地善良 会做家务的林阿姨 我唯一的工作经验呢 是在留学期间 在寿司店做过一年半的 服务生兼寿司师傅的职业 我今天想应聘的职业是 活动策划和助理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才23岁就做阿姨了 他们都说我 就特别能照顾他们 就是有什么心事 都会和我说一下 然后我就挺爱收拾屋子的 你刚才说你爱恨分明 请问爱恨分明表现在哪些方面 就是很少会讨厌一个人吧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 让我感觉我特别不喜欢这个人 就是我不会去尝试 跟他做任何的交流 这样你说 自出生之日起到现在 最喜欢的一个人 最喜欢谁肯定就是 家里的爸爸妈妈 然后同学的话就是我闺蜜 我这上面看你是 爸爸妈妈离婚了 是 你所使得最喜欢的爸爸妈妈 是亲生父母 还是 就是现在的爸爸妈妈 是我们 养父 对 是在我四年级的时候 组成的现在的家庭 养父肯定对你很好 你才那么喜欢他 对 超级好 我爸爸就很爱我妈妈 就是那种爱屋及屋的感觉 我第一次见到我爸爸的时候 然后我爸爸就给我买了 什么那种 小孩吃的营养品啊什么的 然后是我从四年级开始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 所有教育 的花钱 从来对我不吝啬 你是高中实习去的 高中毕业去的加拿大 然后在那读了大学 对 是你继父送你出去的 对对对对 对吧 花多少钱一年 我是读了三年半 然后总共生活费 加学费花了七十万 然后我的吃穿也都是 那尽能力给我最好的 关心你的生活 然后六年级是 生了一个我弟弟 这也算对你好是吧 我觉得我们家庭特别和谐 然后特别完整 让整个爱包围着你 对 是这一 可以说是后爸对你好 那你亲爸呢 就给笔下去了 也没有 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爱我的 一个是给了我生命 这个就是毋庸置疑的 然后可以说是 生父和养父这样 结合起来 就是我很幸运 我有两个都特别疼我的爸爸 行 你很幸福 希望你一直幸福下去 好好珍惜 林肖叶一看能看出来 是一个在顺境中长大 被爱包围的孩子 他并没有因为 这样顺境的成长 而骄纵或者咄咄逼人都没有 他很平和 而且林肖叶 还是一个在学校 开过自己个人演唱会的人 是我们国际高中部的 高一高二和高三的所有学生 多少人 大概多少人 应该是三百多个学生吧 你唱了几首歌 算是你演唱会呢 是十首 十首歌 你给我们来两句听一下 我今天想给大家唱的是 许如云的《突然想爱你》 我喜欢许如云 谢谢 许如云 不愿意想爱你 不愿意想爱你 在这昏暗的夜 看着你闪去的悲哀 主动了我的心 爱到几度疯狂 爱到心都匮乏 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每一都不一样 爱到几度疯狂 爱到你无法想象 爱到像狂风吹我的风筝 失去了方向 谢谢 唱完歌之后 我就是彻底变得自然一点了吧 不紧张了就 因为我每次唱歌的时候是比较有自信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图片是我大学的时候 在我们市场自己做的寿司 然后卖是八块钱一盒 然后第二张图是我在大学期间 一年半的打工的地方寿司店 我当时是已经做寿司师傅 我觉得我工作是一个 特别把工作当做我自己的一部分的一个事 就是那个店的话 我是当做我的店来做的 我是属于那种 我很有眼力见的人 那你今天要面试饮食行业了 我当时简历上是这么写的 是店长助理 店长助理 对 就是我想学 它的起点还挺朴实的 就是想学这个餐饮类一系列的东西 我都能懂 这个我也不理解了 就是你上大学学的是这种传媒 因为你这个勤工俭学 干了这个寿司店 突然要转向 想做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说叫什么餐饮业了 对 那不是七十万白发了吗 三年半的时间 七十万的学费 我现在回国之后 和国内的我的同学 没有出国的相比 我和他们起点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从长期的考虑 我觉得我所有 我爸爸给我的投资 所有投资都是能让我提升自己 就是让我做一个有想法 独立自主的女孩 我未来创造的价值 可能不止七十万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再问一遍 如果非传媒类的 非饮食类的 其他的行业考不考虑 考虑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吧 有地域限制没有 在北京最好是天津五清 其他地方一定不去是吧 一定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都不是在家的 就是大学毕业 我为什么之所以没选择留在加拿大 就是立马回国 我是一个特别有家庭归属感的人 我是一定要回家的 那也就是事业不是最重要的 家是最重要 家和万事兴嘛 所以好好心明白了 来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好 北京有个大力 有没有大力 本来是 特别期望能 能这个招他回去做我的助理 但是由于地域的限制 一般做你的助理多少钱一个月 一万五到两万吧 好 后悔吗 后悔 我刚刚才 我刚刚才说 不要陷得那么死 非要天津 如果你能够奋斗出更好的成绩 七十万更物有所值 妈妈更爱 所以待会儿在第二轮 他还有机会你知道吗 他必反转 到那个时候你好好考虑 好不好 天生我有才 来 局长 各评题 当你和朋友到了一间饭店 或者是酒店里用餐时 你点菜时 通常是A 先请店员说明菜的情况之后 再点菜 B 犹豫 点菜慢吞吞 C 先点好 再使周围的情形而变动 D 说出自己想吃的东西 E 点和别人同样的菜 你选哪个 选C吧 为什么 我是那种去餐厅 我特别不愿意麻烦服务员那种 就是我要是能去拿东西 我不愿意让他服务我的那种 是因为你自己就是干这个 也不是 我喜欢服务我的客人 就是他们对我微笑 对我觉得Thank you 这种我觉得很愿意 那你也应该给别人服务你的机会 我不愿意别人就是伺候我的那种感觉 小林 你没有读懂题 你没有好好看题杆和选项 是情形而变动 不是你去跟服务员去互动 然后你再有其他变化 其实是你心里的一种不笃定 二一个就是 你很喜欢与人互动 打交道 但是你可能方向性弱了一点 你是个乐群性很强的孩子 会在团队里发生一些好的互动和作用 但是你要更明确自己心里想要什么 好 来谢谢 老张 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好 我们用数据说话 总体来说 林孝燕同学的数字还是不错的 阳光 阳光和灿烂 应该这么说 他显示了两个很重要的特征 一个就是工作要跟生活相匹配的 第二个点呢 就是创业这一个得分非常高 对 他是由性格评估以来 分数特别高的一个 对对 那么适应于这个做营销啊 助理啊 一些跟人打交道 相关方面的一些工作 好 我觉得有三个关键词 可以来形容你跟同龄人不太一样的 第一个你很有责任心 第二点就是你比较细心 而且你很有亲和力 就是你很自信 这点非常好 你敢去主持很多人去参加演唱会 你很自信 因为你要站在三百人面前去唱歌 这个是要自信心的 那我觉得我有很好的职位适合你 这个涂雷老师 因为我在场上的意见和大家都不太一样 我感觉得到 小林同学确实非常的可爱 所以从你上场到现在 在座所有的老板都非常非常的保护你 当我有一个担忧 我觉得一个被呵护长大 被爱包围长大的孩子 面对挫折的时候 你会怎么处理 我是属于那种 如果说在工作中有不愉快 或是会回家 就是做一个心态的调整 我举个实在的例子 你的上司直接跟你说 校业 你让我看不到 你在工作当中的任何价值 你回答我怎么说 您觉得我哪里做得不太好 哪里都不好 那就就是不耽误你 那一刻 昨天同样这个问题 问了好多老板 其实回答的最好的是庞百业 庞百业是这样回答的 我看不到你在工作当中的任何价值 庞百业说我会让你看到价值的 对 所以你这个问题是有效的 对 那马上放弃 非常好 不和经理去反应 并不是这个年龄的经验的问题 是你在回避矛盾 这个最担心的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这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 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 就是一女孩身体里住着一男孩那种感觉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 就是被父母呵护的那种温室花朵 所以说这目前是你的一个弱项 但是如果从今天开始跨入职场 没有妈妈的保护 没有后爸的保护 也没有亲爸爸的保护 但要靠自己的时候 千万别哭脸 记住那句话 我会让你看到价值 好 我记住了 第二轮选择去回来 还有 吸掌灯 欧阶军 铁车 正好我们现在一个新店要开张 所以我们希望招一个店长 就在北京工作地点 谢谢你 来 梅向荣 我给你两个职位 一个职位是做全媒体的推广和运营 还有一个是商务拓展经理 工作地点都是在北京 曾华 我们两个职位都可以适合你 第一个是招商加盟的拓展专员 第二个是从店长助理做起也可以 就工作地点在北京 张阳 我应该最适合你的岗位 目前在天津我看会有八家店 所以我们的培训地区在五清 特别离你又特别近 你可以在那边培训 在我们工作 然后做我们的运营督导 我这边有两个位置给你 一个是我们的店长助理 另外一个就是行政助理 要在北京和天津的话 我们有个新墨智能家居智能所的 林员招生招募专员 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我们梅尔木医院的品牌部的专员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剩下的七盏灯 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比较大的选择吧 是 自己做主吧 好的 能选好吗 能选好有答案了 已经有答案了是吗 是 好 来 去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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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好你们的薪酬 请揭晓 六千佳 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可以 可以问一个问题 晋升空间是什么 两位老板 以后可以成为股东店长 成为店长是肯定的 而且我们的阶段 会贷款给你做 如果你做得比较好的话 圈员都有这个福利 好 把另外一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心头 稍微有六千的机会到了 哥们 八千 八千 有没有高过于八千的 一万 一万 好 来 把另外一盏灯灭了 有比土豪更土豪的 为什么加到一万 首先我是觉得 它确实值这个价格 因为在幸福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 我觉得它是给人温暖的 我希望我身边都是那些 有阳光的人在 在我身边 好 这个你思考十秒钟 要不要让他来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 你的答案是 不代替了吧 为什么 还是不是很想去逢州 在家门口比较好 还是不愿意受挫 谢谢您 还是不愿意受挫 再次提醒你那一点 人还是要受挫 苦难是一笔财富 幸福固然让人阳光 但只有苦难 才能够让你在阳光当中活得更坚强 嗯 好吧 十秒 去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